我家都是用这种大理石桌吃饭的 每次烫一下或者刮一下都老心疼了 来看看我给家里买的这个隔热垫 给它垫上就不怕了 这个是食品级的硅胶材质 像我刚做好的这个汤锅 直接这么放上去 它不仅能够隔热而且还放滑 这么高的温度也不会融化变形 还可以直接放到开水里面去消毒 你别看它小小的一个 这么翻过来就变大了 平时还可以放一些比较大的盘子 弄脏了之后给它这么擦一擦就行 还比较好收拾呢 不用了之后呢就给它挂起来 或者摆在桌上还能当一个装饰品 三年了终于开放了 这一次出门呢一定得多注意才行 我这一次带的这个消毒湿巾 早早的就给它准备上了 它这个是干湿分离的消毒湿巾 这个里面不含酒精 是本扎绿胺来专门对付小菌菌的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用 它是这种无纺布的材质 质量就特别好 湿巾的大小呢也是正合适的 它这个里面含有芦荟 羊干菊还有甘油的成分 平时拿它擦擦手啊擦擦脸啥的也不干吧 特别是触摸带孩子洗手不方便的 拿它去擦一擦真的劳管用了 本来我也不想买的 但是对于颜值高的东西呢 我就总是拒绝不了 然后我就给我弟弟和妹妹一人买了一套 它们都是这种木制的手柄啊 就很好抓握 而且还是很厚实的 304不锈钢的材质 最贴心的呢 是它这个小叉子和小勺子都是做了动画的 就不担心会伤到宝宝 平时呢拿它吃面吃水果也比较顺手 要是不爱吃饭的小孩 你给他买这个他就爱吃饭了 用完之后还可以 就不来吃饭了 感觉你看到我 都不来吃它 好 大动作 还是当斜活 都不来吃饭了 就来吃饭了 老婆 我是